这十年,税务部门胸怀大局服务发展 税务系统始终坚持抓好党务,干好税务,带好队伍 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,取得明显成绩 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作用不断彰显 我国税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这里,我用几组数据向大家介绍一下十年来 税务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 第一组数据,十年来,税务部门组织税数收入超过110万亿元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税务部门始终坚持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 坚决不收雇头税费,年年圆满完成预算收入目标 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数输 对你的口径已扣减出口退税 不含关税海关进口还击税数 从2013年的9.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5.5万亿元 累计完成112万亿元,年均增长6.8% 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只能作用有效发挥 第二组数据,十年来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 累计8.8万亿元 我国宏观税负从2012年的18.7%降至2021年的15.1% 特别是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当年宏观税负比2018年降低一个百分点 第三组数据,十年来新办社税市场主体累计超过9000万户 有效激发市场主体获利 党的18大以来,在减税降费等宏观政策综合作用下 全社会创新创业获利持续激发 全国新办社税市场主体累计达到9315万户 年均增加于千万户 增值税18大选人户数有2015年底的544万户 增长至2021年底的1238万户 放税养鱼的效果持续显现 第四组数据 十年来,我国税收协定网络已覆盖112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发起建立首个税收领域多边国际税收平台 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这个机制被全球国际税收界权威杂志 国际税收评论评为2021至2022年度 全球最具影响力合作机制 全球最具影响力合作机制